史书是记载和论述逆史事件的重要文学载体 唐太宗成说过 以史为鉴可以之星体 可见逆史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而几千年前却流传着这样一本史书 其内容与主流逆史记载完全相背 甚至黑白颠倒 但是上面的内容却被学者们广为流传引用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它到底是谎言还是在揭示人类历史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我们聊一本千年禁述 公元281年,晋武帝司马延泰康二连 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 盗掘了一座卫国贵族古墓 这座人凶进入古墓就发现了一堆竹片 想着正好可以用来照明 于是点燃竹片 在古墓里边溜达了一圈 把值钱的金银珠宝带走了 留下了那些竹片 而正是因为这一行为 让这个盗墓贼的名字流传至今 当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 立刻告知了官府 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 上面有字 字记整齐 数量巨大 于是把竹片拾到一起 装了几车运走 这批竹片由极限运到了金氏洛阳 靖武帝命中书间巡旭 中书令和桥负责整理 谁知正是这几车竹片 揭开了中国历史上 金氏骇俗 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就是著名的几种书 又称竹书纪念 这本书简直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就先来看看书中的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意思是说 瑶帝老了之后 被顺求尽在平阳 顺取代了瑶成为帝王 而且呢 顺还阻止瑶和他的儿子 丹珠相见 瑶顺善让是多么美好的传说啊 按照这上面的记载 古代圣君 瑶顺之间的善让 竟然变成了圣变 颇有暗黑系宫斗剧的味道 这个故事 直接让一代明君 顺变成了不踪不义之人 完全扭曲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 那么竹书和《史记》中 到底哪个描述是正确的呢 其实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考证 靖朝版竹书纪年的准确性 因为靖朝版的竹书纪年 已经失传千年 但是自从281年 竹书被发现后 上面的内容被学者们广为流传引用 特别是在给传世文献做注释的时候用 因此呢 后世学者根据文献和《西》注释 又编撰了两个版本竹书纪年 也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 金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 金本竹书纪年是周幽王时期编年记录 后来呢 到了清朝时期 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认为 金本竹书纪年是一本伪书 因此 晚清学者朱又征 开始将散落于不同古籍中的 所引用的竹书中的内容 收集整理 筑成了古本竹书纪年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王国伟认为 古本竹书纪年可能更靠近原本 并且对这本书做了进一步校对 但是这本书现在也是残缺不全了 为什么这本书没有像史记那样 完整的流传下来呢 按道理来说 中国历代都很注重修史 在下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 就已经设置了史官 这个史官呢 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通常都是当代的大才子 才有资格担任这样的角色 而且一定要刚正不阿 敢于坚持 通常都是当代有风骨的文人 才能担任史官 比如著名的政治家房玄林 魏辉 著名的文学家 思想家韩玉 著名的诗人杜牧等 都先后参与了史官工作 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记载的言行 都是字字斟酌 斤斤计较 有了功绩 做了好事 当然要大书特殊 就是没有功绩 没有干好事 也要虚构一些 载入史册 因此呢 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史官有记载特权 皇帝是不能查看史官的记载 这样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 保证了正史的公正性 所以史官修正史 总体上来说 还是比较靠谱的 既然历朝历代 这么重视修史 那么这本古墓中 抢救出来的古书 在历史上却一再失传 这其中必定有着一段故事 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现 政府下令封杀 竹书近年的记录 那会不会是由于 与我们已知的历史 出入太大 所以被史学家们淘汰了呢 毕竟竹书中 颠覆我们已知历史的故事 并不只有 遥寸善让这一件事 还有一些历史名人的经历 也是堪称攻斗剧现场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 有名的贤相 也是商朝的开国功臣 他辅佐了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 汤建立了商朝之后 伊尹就做了宰相 所以伊尹是类似于江太公这样的人物 是商朝的开国功臣 汤去世之后 伊尹接着辅佐了汤的儿子外禀和众人 但是这两位君主的在位时间都不长 众人去世以后 伊尹就开始辅佐汤的孙子太贾 可以说伊尹是真正的三朝元老 祖书和史记的分歧就出在太贾身上 史记里边说 太贾年轻对治国没有经验 德行也不好 伊尹苦口婆心的劝说 但是他也不听 之后伊尹无赖之下 把太贾流放到了同工毁过 伊尹自己做了摄政王处理国事 三年以后 太贾诚心毁过 于是伊尹就把太贾接了回来 把权力交还给他 自己继续辅佐太贾 后来太贾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百姓安居乐业 成为了一代贤君 太贾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沃丁继位 伊尹继续辅佐沃丁 最后在沃丁在位期间去世 他辅佐了商朝的四代君主 为商朝的发展做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这是史记里边记载的故事 是儒家古史体系中一桩美坛 而族书中的记载呢就比较黑暗 里面记载说太贾被流放以后 便自立为王 七年以后 太贾用计谋逃出铜宫 回到都城 集结了支持自己的势力 杀死了伊尹 太贾把伊尹的财产 分给了伊尹的两个儿子 这个描述呢 就和史记中的描述出入非常大 将一段千古佳话 硬生生编撰成了权谋之争 一世清明便污明 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千五百年 到底孰是孰非 我们无法给出非常确定的结论 但是从后世学者 对商朝甲骨文的研究来看 伊尹虽然不是帝王 却一直在商朝 享有极高级别的祭祀 这也就意味着 伊尹在商朝享有极高的尊荣 所以从考古和历史的逻辑分析 伊尹在太贾在位期间 包括在太贾的继承人沃丁在位期间 他一直都是很受尊敬的 所以史记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历史的 竹书的暗黑说法就显得站不住脚了 那么问题来了 竹书纪年和作为儒家古史体系代表作的史记 为什么在叙事上如此的大相径庭 咱们来分析一下 竹书是从魏国王和墓中找到的 这部编年题史书主要是记载了上古五帝 夏商周三代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战国时期的魏国的历史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本书是魏国国史 那么魏国为什么会流传下来这样一本史书呢 咱们看看魏国是怎么起家的 魏氏家族原来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家臣 公元前633年晋文宫设置六清 分别是韩、赵、魏、智、范和中杭 这六个人是晋文宫的家臣 把持着晋国的军政大权 后来六个家族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势开始泪论 其中赵氏家族把范氏和中杭氏灭掉 又连合韩氏和魏氏灭掉了智氏 这个时候晋国的国君已经名传实亡了 到了公元前376年 魏武侯、韩哀侯和赵晋侯就瓜分了晋国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 也是历代儒家所声讨的对象 因此在儒家眼里 三家分晋是典型的犯上作乱 乱成贼子的行径 魏国是三家分晋的直接参与者 也是受益人 但是魏侯也知道自己得国不正 为了给自己的谋乱行为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也是有动机来编写一些黑暗的历史 毕竟前朝的前辈都有过逼宫窜位的行为 那么我做同样的事情不过分吧 还有一点 在三家分晋之后 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 重用法家来进行政治和法律的改革 与此同时 他还拜孔子的弟子子夏为师 传播儒家文化和思想 可以说在魏国这个新兴的国家里 儒家法家等多个派系的思想 发生着比较激烈的碰撞 而法家的历史观点和儒家的完全不同 儒家认为姚孙善让是对的 而法家却持反对的意见 比如韩非子就曾经质疑儒家所称颂的姚和孙 因此呢 在韩国出现于儒家历史 相对峙的论述也是情理之中的 史料记载 到了魏湘王在位期间 在儒家和法家之间来回摇摆 在政治军事上偏向法家和兵家 在文化上并不排斥儒家 不排斥并不代表非常支持 因此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法家似乎后台更硬 发展更好一些 魏湘王死后 魏国的儒臣们 立刻设法将包含 逐书七年在内的多部异端图书一起陪葬 不动声色的淘汰了这部 与儒家历史观唱反调的史记 巩固了儒家史观在魏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到了南北朝时期 儒学思潮相对低落 因此呢 逐书纪年流传盛广 后来唐朝时期 统治阶级试图恢复儒学史观 对待逐书纪年的态度呢 又发生了转变 认为是艺术 宋朝时 官员的图书名录中 已经看不见逐书纪年的影子了 可以推测 应该是在儒家思想鼎盛的唐末 或者是五代十国时期 逐书纪年逐渐失传 因此呢 有理由相信 逐书纪年是儒家和法家 相互博弈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而编著史记的司马迁不一样 他是史家出生 他的父亲呢 也是史观 司马迁的立场相对就比较中立 因此呢 似乎可信度更高 不过话说回来 逐书纪年作为一部编年史 除了暗黑的宫斗 还有一部分历史事实是非常可取的 比如古本族苏纪年当中 说山王朝 自从盘庚把都城迁到了阴这个地方以后 经过了273年 被周朝所灭 而史记的记录是773年 史记整整比族苏多出了500年 后来出土的商朝甲骨文证实 古本族苏纪年是比较正确的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竹苏在历史上 虽然被冷落又没有完全消失的原因 它既包含了有目的的阴谋论 又有严谨的史实 两者混杂在一起 就看你怎么去分辨 不过呢 由于时间久远 以及出土的文物文献数量有限等种种原因 在当下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一众专家的努力下 历史的真相 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重见天日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本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我是小琪 我们下期再见